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疫情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昨天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相关活动进行提问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外交部相信解放军驻港部队将继续成为 支持香港长期稳定的定海深圳 7月31号 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的招待会 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在会上发表了致辞 提出了7个坚决 华春莹表示 驻港司令员的表态令人意想深刻和激动人心 正如陈少将昨天致辞的那样 中央政府坚决地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 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 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坚决支持爱港爱国人士 捍卫香港的法治 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 那么我们相信解放军驻港部队将继续成为 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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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